抱持着对跆拳道的热情 以及梦想大雅国小跆拳道好手黄家云一直勤于练习 不料在七月练习时却不慎的受伤 也纵少了右手臂鼓劣 但他并不想放弃这难得的参赛机会 也抱着伤势坚持上场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教练不断的调整他的打法 让他能够保护到右手的伤势 也能顺利的击败对手 而最后家云是连胜了三场 拿下了全国国小杯的跆拳道锦标赛 国小高年级黑弹女子组 37公斤级的金牌实属不易 在教室内带领学弟妹练习基本动作 他是大雅国小的王家云 练习跆拳道三年的资历 娇小的身躯打起跆拳道可是相当的概念 每一次的防守与攻击都相当精实 本着对跆拳道的热情以及梦想 让他即使受伤也不放弃参赛的机会 他还是着重在他脚步的练习 那后来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也尽量就是说保护他的 在保护他的那个受伤的地方的时候呢 把他平常的打法呢 做了一下的改变 那他的教练也有很多位 那我们教练群呢 就是说针对他受伤的部分 一方面也先隐瞒啦 因为刚开始受伤不想让对手知道 所以也隐瞒他受伤的消息 那再方面呢就是改变打法 但是因为一个底子好的孩子 尤其像嘉云这种他真的很聪明 打法也非常的灵活 所以他在改变他的打法之下 他也马上能够马上运用 在保护他的右手之下 又能够夺得相当好的成绩 在7月份一次练习当中 不慎摔伤右手臂造成鼓劣 一度没办法参赛 但他向教练自告奋勇 教练抵不过他的坚持 只好同意 在训练过程中加强脚步的部分 而在比赛过程也改变平常的打法 保护受伤的右手 我都会把我受伤的那种 藏在后面 然后尽量不要被提到 但是第一场有一个近身 不小心被对手提到了 那时候很痛 但是快要结束了 所以我就只能忍下来了 然后第二场的时候 虽然没被提到 但是拖了很久 体力就是有一点不足了 所以也还是坚持了下去 然后第三场对手比较高 但是蛮好打的 所以很快就结束了 在比赛过程中 还是难免会被对手 踢到受伤的部位 但即使会痛 他也坚强忍住 在他灵活的变换技巧 不断调整打法之下 最后顺利连胜三场 还以42比22的高比数 拿下金牌 是全场最感动的勇将 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介绍抓台中草报道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